模范计程车第二季已经接近尾声 在播出第十二集的时候 收视率已经来到18.3% 再次双新自身记录 只能说大家真的很爱计程车呢 虽然还没看到结局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三季 但自从第一季开播以来 每次的话题和收视率都很高 或许是因为编剧和导演 把真实的社会案件赶赶的拍出来 然后再以现实不可能的制裁方式演出来 以暴制暴的方式是不好 但却会让大家看得特别过瘾和爽快 这里不得不称赞 有些剧的续集不一定会重现第一季的热度 但模范计程车有 而且整体上的质量都有维持着 但如果真的要把两季来做个比较 小编个人会觉得第一季因为看得很爽 一集一案件处理得干脆利落 第二季就是典型的要有大魔头在幕后操控一切 虽然也有用不同的案件 把故事串联在一起 但这个大魔头总觉得不太给力 多多少少影响了故事流畅度 其实大魔头很快就现身 失去神秘感 而且也没有展现出坏人的可恶之处 有点可惜 但编剧加入真实案件这点依然不变 像是红豆一时的胜利奔定上也被改变了 无论店名 夜店logo 偶像歌手 性交易活动的桥段 都会让人想起这件事了 而刚好当事人才出于没多久 这个时间点真的很巧合 铁开整部剧而言 小编想称赞男主角李立勋的表现 个人觉得他透过这部剧 再次创造出属于他的人生角色 为什么说是再次呢 因为相信很多人认识他 都是通过悬瑜剧的天花板 醒了直到李立勋吧 而他也因为模仿计程车 再次迎来事业的巅峰期 通过金道奇 李立勋有不同角色上的演艺 像是老师 医生 道士等等 每次都不同的新鲜感 演技上的处理也很细腻 动作戏也特别帅气 演奢特别有戏 小编这完全是一股李立勋相热魁了 其实出道17年的李立勋 累积的作品数不胜数 他的电影作品是比电视剧来得多 但小编也看过他好几部电视剧 他能介于不同的角色类型 柔情男子 流氓都可以胜任 此时此刻有一种想看李立勋 饰演变态杀人魔的冲动 相信应该会很带感 就继续期待 接下来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